这是一段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 欢迎收听长篇纪实文学《一滴泪》 作者 乌宁坤 演播 宇天 第十六集 这一集的内容是根据李一凯的口述 我们母子慢慢朝监狱农场走去 带着两旅行包黑市食物 我不知道在路边休息了几回 不过孩子再也不要脱脱背了 我们到监狱时已经晌午 我们走进探视室 跟我们同车来的妇女 坐在那几条歪歪斜斜的白茶长板凳上 一声不响 伊丁很快又睡着了 她的脑袋枕在我的胳膊肘上 半小时后 宁坤朝我们走来 步子不稳 她跟上次一样 穿着泥泞的衣服 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脸色黄里泛灰 她带着微弱的笑意看着我 好像连笑的力气都没有 一名狱卒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监视着我们这帮人 宁坤站在我面前轻声说 你又来了 走这么远的石子路 我带伊丁来看你 我把显而易见的事说了一下 她伸出一只手 轻轻放在熟睡着的孩子的头上 嘴里喃喃地说 现在是个大孩子了 三年多了 这时候伊丁惊醒了 一眼看见她爸爸 孩子吓得紧紧贴着我 这个可怕的人是谁啊妈妈 我害怕 我怕死了 带我去看爸爸 我的大爸爸 这就是你大爸爸呀宝贝 我焦急地哄她 快叫爸爸 叫爸爸 爸爸 她大声哭了起来 宁坤垂下了头 我紧紧搂着孩子 不知怎么办 不知不觉 我们的十五分钟已经到了 宁坤和其他犯人一起 急匆匆离开探视室 下地劳改去了 他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 一丁眼泪汪汪地 看着爸爸远去的身影 始终紧紧地搂着我 可怜的孩子 显得疲惫不堪 很快又在我怀里睡着了 满面泪痕 这就是他盼星星盼月亮的父子团聚吗 这就是我所祈求的吗 不成 我绝不能如此轻易地认输 我把睡着的孩子放在长凳上 走出探视室 我走到值班室前敲了门 谁 进来 我推门走进去 看见一个身穿草绿色短袖 军衬衫和军裤的中年男子 坐在办公桌前 你有什么事啊 他点燃一支烟 兴兴地问 我叫李一凯 同志啊 我是来探视乌宁昆的 我需要您帮助 我知道你是谁 教授夫人 对吗 他寒记带讽地说 这儿不是大学 你知道的 这是国营农场 一座监狱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你两天前来过 现在又来了 你没有正事可做吗 我知道 可是 可是你又看你爱人来了 乌宁昆是极右 你别忘记 你是国家干部 尽管你还和他保持着夫妻关系 你必须跟他划清界限 你这么平凡地来看他 这对你不利 对他也没有好处 必须让他认识到 他的右派罪行是多么严重 他对党 对人民 对社会主义事业 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 还有对你本人 和你们一家人 划清界限 这对你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 赶快离开这儿 回你工作单位去吧 这些话听来多么耳熟 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我彬彬有礼地说 可是您很清楚 乌宁昆的病情很危险 他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他埋葬了睡在他身边的那个人 我带了我们五岁的儿子 来看看他病危的爸爸 你怎么能把一个五岁的娃娃带到老改农场来呢 这对孩子不好的 也许不好 肯定不好 可是我必须做我不得不做的事 孩子跟他爸爸分开已经三年多了 要是他不能得到允许 和他爸爸一起待些时间 也许他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作为妻子和母亲 我请求您 允许我和我的孩子 在这儿和他爸爸一起过夜 这不是过分的要求啊 再说小家伙 也没力气走回火车站去了 他扔了烟蒂 抬头朝天花板看了一会儿 然后低下眼睛看着我 小孩子已经很累了 大概走不了那么远去车站吧 得了离开 根据党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 我准许你在这儿和乌宁昆一起过夜 条件是 你不能再到这儿来 你答应吗 我答应 我答应 我急切地说 我们准许乌宁昆在晚上正着学习之后 到幼儿园的大房间和你与你儿子一起过夜 他必须在明早五点钟归队 准备出宫 然后 你们就必须离开 谢谢你 谢谢 我几乎是感激涕零了 对我卑微的请求 是批准还是不批 他毕竟大权在握啊 你记住 你答应再不到这儿来了 我走出值班室时 听见他在我背后说 一丁打了个盹后 精神好多了 我急于想摸清楚 他对再次见到爸爸 有什么反应 乖宝贝啊 你刚才没跟爸爸说什么话呀 你不是总是说 想爸爸吗 那不是我爸爸 家里照片上的大爸爸 多好看啊 可那人样子太可怕了 妈妈 你快带我看我自己的爸爸吧 可他就是你爸爸呀 一丁乖乖 他病得很厉害 他穿着劳动服在地里干活 身上沾满了泥巴 所以他刚才的样子 就不太好看了 你记得以前 他是怎么跟你玩的 他是怎样老是搂抱着你的 看人不能光看外表 一丁乖乖 爸爸真的很好 他非常爱你 晚上 他来看我们的时候 他就会穿得干干净净 很好看了 他真的会来吗 他好了 我要跟他说话 我不会哭了 妈妈 我带一丁到肮脏的 碳氏家属食堂吃晚饭 我们每人一个红高粱面窝头 两人合吃一碗淡而无味的熬大白菜 碳氏的家属都是中青年妇女 大家都站着吃 因为没有桌椅 大家都吃得很慢 没有人说一句话 吃完饭 我们都到幼儿园那间大屋子 去等自己的男人 一丁落在后面 自个儿在幼儿园游戏场上玩 过了一会儿 我们就听说 我们的男人们 要很晚才能出来 不知为什么 他们的生活检讨会 要开很长时间 我坐在抗炎上 和身旁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青年妇女 说起话来 原来她是位大夫 来探望她的爱人 她爱人也是大夫 被化为己佑 我丈夫是燕京大学毕业的 在学校的时候 和一个叫什么ABC团的有瓜哥 什么 ABC团 我爱人乌宁坤 也和那个有牵连 还有她的一些好学生 哦 我姓江 我听我的两位堂哥 讲起过吴教授 哦 大江小江 我认识他们 樊佑开始后 小江还在我家住过几天 他们俩怎么样 人在哪 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他才小声说 死了 两个都死了 他们拒绝承认被指控的罪名 被定为死不悔改的ABC头目 派了无期徒刑 他们死在狱中 我们到现在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他又哭了 我轻轻地在他肩上拍拍 也止不住眼泪往下流 我亲爱的 受苦受难的姐妹们 我为你们和你们的亲人祈祷 为生者和死者祈祷 突然间 我听到小一丁激动地叫喊 爸爸来了 妈妈 他奔到我身边 宁昆和十来个难友 慢慢地走在他后面 宁昆的脸洗干净了 他那打了补丁的衬衫 看上去也很清爽 一丁乖乖 你现在 记得爸爸了吧 宁昆迟疑地低声问道 我的大爸爸 一丁扑进了爸爸张开的双臂 我的眼睛模糊了 你绝不能犯傻 我对自己说 现在是高兴的时候 宁昆还活着 父子团圆了 宁昆想把孩子举起来 就像在家时 常做的那样 我脑子里 闪过吴老师 举孩子的镜头 但是我看出 他现在太虚弱 没法把孩子举起来 乖乖 你现在成了大孩子了 你不是小丁丁 你是大丁丁了 大爸爸不能再 把你抛到空中了 记得以前 爸爸把你抛多高吗 我记得 我记得 大爸爸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来呢 我不喜欢这地方 妈妈一天到晚忙 总也没空和我玩 你真差劲 太对不起了 我的宝贝 爸爸没法子 他轻轻笑出了声 我不得不强忍住眼泪 但宁昆还是高高兴兴地说下去 虽然他的声音走了掉 咱们来弥补一下吧 那你给我讲个故事 你已经好久好久 没给我讲故事了 你先给爸爸 背首唐诗吧 丁丁 我插嘴说 爸爸还没听你背过呢 好的 我来背 我会背十多首了 爸爸 你爱听哪一首 我不知道你会背哪些啊 大丁丁 你随便背哪一首 爸爸都爱听 一丁一字不顿地背了一首七诀 宁昆摟住他 轻了又轻 哎呀 背得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你长大 也可以当个诗人 你给我说说 这首诗讲的是什么 我好久没听人念过唐诗 听不大明白 脑子不灵了 爸爸 你太笨了 这首诗很好懂的 是说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离开家 等到他再回到家的时候 头发已经白了 家里的孩子都不认识他 问他是从哪来的 你说好笑不好笑 我觉得 这首诗太好了 大丁丁啊 什么时候爸爸回家 你会不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了 别说傻话了爸爸 你不会在外面待那么久的 现在 轮到你给我讲故事了 好 孩子 来 坐在我腿上 就像在家里是一样 孩子在他腿上坐好 宁坤就像往日在家里那样 讲起故事来 声音很轻 一板一眼的 一边轻轻摇晃着孩子 从前啊 从前啊 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住着一个幸福的人家 爸爸是个采珍珠的渔民 他本事很大 会钻到海底啊 去寻找美丽的珍珠 妈妈又年轻又美丽 他俩非常相爱 也非常爱他们的小男孩 那小男孩叫什么名字 他几岁了 啊 他叫小狗子 大约四五岁 跟你岁数差不多 他们很穷 有一天 小狗子的好爸爸 踩到一颗 很大很大的珍珠 那颗珠子啊 值很多很多的钱 城里一些坏人 看到大珍珠 就起了坏心 想把他抢走 后来啊 他们就假造了个罪名 把他关进大楼 后来呢 我看到孩子脑袋 搭拉了下来 也像在家里一样 大抗对面的墙角上 立着一张铜床 摇摇晃晃的 我把孩子抱过去 放在床上 宁昆在他脸上 轻了又轻 我俩回到抗边 我这才注意到 其他十来对夫妻 全都已经合一上了抗 脚上还穿着布鞋 或凉鞋 他们一个爱一个 整齐地排列着 仿佛是泡在 有咸味的泪水里的 沙丁鱼 我对宁昆笑笑 他也对我笑笑 我们似乎已经 失去哭的能力了 咱们也躺下吧 这么一天下来 把你泪坏了 一开 你才真的泪 在地里干了一天活 是啊 大伙都累了 他直指和我们 同抗的同路人 咱俩也随俗吧 我俩挤净留给我们的 那点小小空间 我特为让他 睡在我的左边 因为他的左耳是聋的 我俩脸朝脸躺下 我就对他那只好耳朵 讲起话来 不过那只耳朵 好像也不太好了 想必饥饿 也减弱了他的听力 丁丁刚一看见你就哭了 也认不出你 我希望你别介意啊 唉 我怎么会介意呢 这是很自然的 我倒是为整个事情 感到难受 为什么一个小孩子 该被带到这种鬼地方了 你是说 我不该带他来这里看你吗 不不不 你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很高兴他来这里 看到爸爸的悲惨处境 他会记得的 谁知道我是否能活着 再见到他 别那么说宁坤 我有一点好消息 于是我简单地讲了一下 北京之行的情况 以及于副校长 怎样忠于答应帮忙 我觉得有希望 全国有千千万万人饿死 但是让一位大学教授 饿死在监狱里 那究竟不一样 他们可能乐地将你推给我 是死是活 全有我们自理 正像他们迫使家属 供应犯人一样 我们必须永远保持求生的勇气 我们一定要永远不丧失希望 你一定要恢复健康 哪怕只是为了我 为了丁丁 为了还没见过你的小毛毛 我很难受啊 宁坎 我绝不能让你为我担忧 你的负担已经够沉重了 只是有时候 我觉得非常虚弱 非常消沉 好 我一定要恢复健康 一定 即便是要从孩子们嘴里抢食物 你最需要食物 食物便是你救命的药 孩子们有我管 你别担心 让我像国王般大吃大喝 而把忧虑和挨饿的孩子 全留给皇后 你老是逗我 宁坤 接着 为了改变话题 我告诉他 我把他的书 全都好好保存着 他那只完成一半的 乌托邦和巴尔姆修道院的一稿 我都仔细地包扎好了 他必须赶快复原 回家完成这些工作 乌托邦 顾名思义 是永远无法实现 永远完成不了的 那位可怜的圣人 他为他的乌托邦 付出了他的头颅 要是我能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宁可搞出一个哈姆雷特的新一本 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 沙翁的悲剧 和丹麦王子刻骨铭心的受难 和我同在 丹麦是一座监狱 随后 他讲他在劳改农场的情况 只要有力气干活 下地劳动 他并不在乎 他还讲了管教干部们的情况 有些恶劣 另一些也颇通人情 还有那些带食品 吃了不当饱 反而生病 还有那些已经饿死 和命在旦夕的难友们 他讲得很平静 不带怨恨之情 仿佛只是在讲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我给他讲些孩子们的趣闻 那些会使他感到不安的事情 就不提了 我们讲着讲着 一会儿也没睡 我想起他早上 又要去做苦工 就坚持要他睡一会儿 正在这时候 尖利的哨子声 四破了夜的宁静 男人们都一轱辘爬起来 急急忙忙走出去 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宁坤已经走了 我跳下炕 走到门口 在半明半暗之中 我可以看出 宁坤幽灵式的身影消失 主啊 他还能熬多久 我们何时何地 才能重建呢 六月初三 是我们女儿的三岁生日 可怜的孩子 还不认识他爸爸呢 到监狱去见见 尚不相识的爸爸 看起来不免凄惨 但这是我能给我女儿的 最好的生日礼物 可是 我答应过那个值班员 不再去探监 他会宽容我的失信 允许我 再见宁坤一次吗 一毛会跟一丁一样 给爸爸那副 可怕的样子吓坏吗 我带一丁探监回家 看见一毛 正在和我大哥玩 妈妈 你带哥哥到哪儿玩去了 我们找了你们一天 姥姥总跟我待在一起 我带一丁去看爸爸了 我们玩得很开心 明天 你想去爸爸那儿 过生日吗 我不要去 我就在这儿 和我爸爸一起过生日 他指着我大哥 他跟姥姥 住在我大哥隔壁房间里 已经习惯于 跟着同年级的表哥 叫他爸爸 可你还有一个爸爸 小毛毛 我娘哄他说 你一定得去看他 你哥哥已经去过了 是的 大爸爸多好啊 一丁插嘴说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说的是一个 会钻到海底 采珍珠的渔民 真好听 我也要听那个故事 妈妈 说着 一毛扑进了我怀里 我很高兴 这么容易就把一毛说动了 不过 我还得帮他为这次见面 做好准备 以免他到时候害怕 还有 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 从车站到农场那段长路 就更难了 第二天早上 我背着一毛 手里提着一旅行包 黑市食物 走上了那条漫长的碎石子路 没走多远 我那两条不争气的腿 就吃不消了 我把一毛放在地上 坐在路边歇息 我不可能像哄一丁那样 哄一毛走那么远的路 偶尔有一个农民 打我们眼前走过 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 过了好久 我看到一辆马拉的大车 从车站方向过来 我认出 赶车的 就是那个以释放的老改犯 我爬起来大声招呼他 老王 真高兴又见到你 你记得我吗 哦 当然记得 你用过我的屋子了 还答应给我 带真正好吃的东西来 我今天带来了 这是我女儿 小丫头走不动 你能让她搭车去农场吗 我看能行 不过啊 你看得出来 车上装满了东西 马饲料又喂得太少 我想您就甭上车了 我可以跟着车子走的 毛毛 来 王爷爷让你坐他的大马车 那不是太好了吗 谢谢爷爷 要是您爱听 我可以给你唱个歌 哎哟 多可爱的小姑娘啊 快上车吧 一毛在车上坐稳 我就从包里拿出一盒饼干送给老王 哎呀 你真客气 把你的包也放在车上吧 老王急不可待地撕开盒子 津津有味地大嚼起饼干来 没多大功夫 他就把一盒饼干吃光了 他扔掉空盒子 扎着嘴说 哎呀 这饼干真好吃 欢迎你再来用我的屋子 没问题 没问题的 到了值班室 我又来到那位值班员面前 准备好 他对我大发雷霆 反正豁出去了 干什么 李依凯 他吃惊地说 但并不是怒气冲冲的 你说好不来的 怎么又来了 我对你和你右派爱人 这么宽大 你却不守信用 我可以把你的表现 报告给你工作单位 你知道的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啊 你很清楚 我不会让你再见她的 这是我们的女儿 我指着坐在我腿上的衣毛 她是在她爸爸离家后出生的 今天是她三岁生日 你带她来这么个地方过生日 第一次见她父亲 真有你的 哎呀 小姑娘好漂亮啊 我知道 我知道的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哎呀 好吧好吧 你是个心气很强的女同志 我拿你有什么法子呢 我知道我这个人心太软 可是呢 得了 等你爱人收工回来 你再见她一次吧 十五分钟 一分也不多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你可答应 我答应 我答应 她说身体好了 我也就安心了 她说好不了 我再来也没用处了 对吗 我要书面保证 说着 她递给我一张白纸 我从她办公桌上 拿起一支钢笔 就在纸上写下 保证书 我保证 不再来探视我爱人 吴宁昆 李一凯 1961年6月3日 宁昆 又一次看见我 同时第一次看到女儿 她那呆滞的双眼 露出了喜色 我事前尽力 向三岁的孩子做解说 说爸爸因为有病 还得下地干活 生产粮食 给我们大家吃 身上穿着 带泥巴的劳动服 样子会很难看 然而 她还是被爸爸的 样子吓坏了 我紧紧搂着她 提醒她 我昨天和今天 在路上跟她说过的话 过了一会儿 她就笑眯眯地 看着她父亲 羞答答地叫了一声 爸爸 哎呀 这就是我的小公主 宁昆笑住 颜开地说 但我听得出 她的声音里含着眼泪 这么漂亮 这么可爱 真是一只小凤凰 可惜咱们今天 不能在咱家的宫殿里 亲和你的生日 小毛毛 不要紧 爸爸 妈妈说你快回家来了 明年咱们在我的宫殿里 庆和我的生日 可是 你的宫殿在哪儿啊 我的小公主 在我故事书的森林里 爸爸 你多傻呀 连这都不知道 宁昆和我都笑了起来 爸爸 我过生日 你不亲亲我吗 妈妈亲了 姥姥亲了 大伙都亲了 宁昆愁愁了 我这是泥巴 会弄脏你的嘴巴 和漂亮衣服的 别犯傻了 爸爸 姥姥会给我弄干净的 来吧 宁昆把她搂在怀里 亲了又亲 你呀 是个心气很强的小姑娘 跟你妈妈一样 我太高兴了 她又朝着我说 有一天哪 这只小凤凰 会翱翔云霄 在天堂门口唱歌 我们的十五分钟 一转眼就过去了 佩姬 已经成为这片 国土上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从来 没有想过要抗争 宁昆急匆匆赶往地里去劳动 他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 我瞧见眼泪 留下他那苍白的两颊 感谢您收听 有声纪实文学 一滴泪 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